在治理训练像什么样子 回训练馆 大师兄答应我们回到馆了 太棒了 首档发一百个挖架 白痴 快走啊 你还不去 是 由沈宁教练主管的 暗阳七少年元武道培训基地 已经宣布就备受各方注目 经过一个月的紧张筹备 前期工作已经全部完成 接下来 会紧锣密鼓地开始招身工作 场馆内设施先进 就连训练用具 都采用了最先进的电子仪器 培训基地第一期投资 在千万以上 全部有本事 我告诉你啊 道馆挑战赛 那是年年有 但是 沈宁教练的 基地去训练 可不是年年都有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握出这次机会 明白吗 明白 馆长 我让你送的红包 都收了吗 我刚送到门口 就被赶出来了 你看 还没砸了这么难一个包 行行行行 没关系啊 我们还有别的办法 既然不能以钱动人 那我们就以情动人 那是以情动人 那是以情动人 问得好 我们的办法就是 一哭 二求 三下跪 一哭 二求 三下跪 我告诉你们啊 刘备就是靠哭 哭出三分天下的 知道吗 歪曲历史 教坏小朋友 好像不是这样的吧 馆长 你给我闭嘴 大家记住了啊 在沈宁教练面前 我们要哭到惊天地 气鬼神 要让他感觉到我们的诚意 这样 我们才有机会 记住了吧 哭啊 大声哭 大声哭 在这儿真点哭都哭 你哭 至于大家最关心的入选名单 是宁教练正在详细的征选中 名单将于本周周末 我们会认识 我们一通一下名单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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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这一次的名单 我们还是在保密的阶段 但是我很有信心可以告诉大家 这次的名单 绝对不会让大家失望的 哎 别错 看见没有 哎呀 我觉得那名单里肯定有意 谢谢大家的关心 你可是这次道馆挑战赛 最大的黑马哎 连林凤前辈都被你打败了 哎呀 虽然冠军又是被邪恶拿走了 没错 但是 只要我们松柏三英能够进入培训基地 那未来的前途是不可限量 如果沈教练真的像传说中说的那么厉害 我相信 他一定会用心斟酌每一位选手 我对若白师兄和一封师兄有信心 那你自己呢 我 我真的有机会吗 那当然啦 百分之一万的好不好 哎呀 只要你们三个神功大成 那我们松柏招生就有希望有王牌啦 到时候我一定要帮我们松柏到馆 进营城暗阳 第一个人 你怎么会有什么东西你 esper说呢 可以吧 我不会稍等 你自己的角色 你够了吗 我 cholera 你是不是想念你 那什么好吃? 你吗 温算你 有心疯 有心疯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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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 于初源就会跟我比了 这个次我一定会打败她 这么多年的心愿 总该有个了结了 这都几点了 这是什么警派啊 不会没有我们倒拐什么事吧 呸 闭上你的乌鸦嘴 就是就是 小袋消息都说了 若白是路肯定入选 咱们现在就要淡定淡定 能做的就一个字 继续等 方婷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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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他来干什么啊 白草 白草 你怎么在这儿啊 搞了半天他是来找处园师兄的 我为他来找白草呢 挺好 很多年前我就说过 我一定会打扮你 你还记得吧 我已经退出原物刀界了 不会再和任何人比 况且我获得过的冠军 你也都拿到过 注意证明一切了 还是忘掉这些吧 没有意义 你想忘记 我可忘不了 从小到大我都活在你的阴影当中 你是少年天才 你是小李云月 所有人都说 你将会成为下一个援武刀宗师 无人能及 我拿到的所有冠军 都在你推出比赛之后 这样的冠军拿着又有什么意义 我要你正式和我一战 我要让我的妈妈 让所有人都知道 你欲出援 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以前每次我找你 你都会拒绝 但这次不一样 你应该知道沈宁教练的 培训基地的事吧 全岸阳的人都渴望进入这份候选名单 相信松柏也不例外 幸运的是松柏确实有人入选 但能不能进入名单 还得看我点不点他 沈教练订了名单 以他的风格 应该不会因为其他人 而要做改变吧 现实电报 培训基地全是由我方氏集团赞助的 你说他听不听 他就用培训基地要写 就因为我们两个人的私人恩怨 你要拿别人的前途开玩笑 你不是这种人 如果我是呢 明天上午九点 到我们的大馆 我等你 如果你愿意出赛 我就会保留他们的名字 这是我最后一次警告你 别挑战我的耐心 太过分了 他怎么可以这样啊 就是吧 欺负人嘛 等等 不要 若白师兄 不用这么大费周章 他已经退出远武道了 这件事跟他一点关系也没有 况且 如果这个培训基地 因为你一个人的关系 就能随意更改文弹 这种地方 这种地方 我们松柏的弟子不去也罢了 不要啊 若白师兄 不要 这可是沈宁教练设立的培训基地 这被沈教练调教过的人 十个有八个都是全国冠军 甚至还是世界冠军呢 初原师兄 你还是说句话吧 咱们别白白浪费这次机会啊 这件事我做主 谁也不许多说 若白 你还挺维护他的嘛 初原 你对松柏莫不关心 说放下就放下 可他们对你还情深义重 沈宁教练的入选名单 你要不要为他们做点什么 就看见自己了 总之 明天早上九点 老地方 我们决一高下 太过分了他 要不是初原师兄离开了远古道 哪能轮着他当冠军 初原师兄 你一定要好好教训教训他 看以后谁敢欺负咱们松柏 又是吗 好好教训一下他风凛号 让他眼睛终在哪里 我那时候 孙子带着 我说过的话 你们当耳蓬风是不是 与初原和元武道 已经没有关系了 方廷昊再来挑衅 也轮不到他出声 可是若白师兄 这个培训基地 是多好的机会啊 你一定已经入选名单了 千万不能放弃 要是初原师兄肯 初原师兄 拜托你了 拜托了 初原师兄 你们都给我回去训练 从今以后 培训基地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若白师兄 击死我了 击死我了 你们 你们别这样啊 你妈妈受伤 所以这个念头才越来越强烈 可是 不管怎么说 她拿沈宁教练入选名单这件事情来威胁你 真的是太过分了 也不能全怪她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 她虽然外表看着张扬 但内心却很善良 是一个人 她竟然在身上 她仍然外出于 她的胖子 也不必要 以后 为何 她仍然外出了 她的胖子 她仍然外出了 她的胖子 又是一个人 她仍然外出了 就硬了 她的胖子 她的胖子 白草 为什么你从来没有问过我退出的原因 因为这是你的决定 我相信你一定有你的原因 所以没有必要问你 就像我师父一样 不管别人怎么说 我都选择百分百地相信他 所以 不管别人怎么想怎么说 我都听你到底 白草 你真傻 对了 楚恩师兄 要你明天 真的会去和廷浩前辈交手吗 这次比试 我不会逃避 但我也不会对廷浩出手 等他觉得挑战没有意义的时候 自然就会放弃了 难道你不打算还手 就任凭廷浩前辈打你出气吗 这药 能让他解开心结 是的 没关系 好 你能够重新穿上它 我希望有一天 你能够重新穿上它 你能够重新穿上它 你能够重新穿上衣服 筱草 初原师兄为我做了那么多 你说 我是不是也应该 为他做些什么 我一定要做的 我明白 我让你来关站的 你搞这么多乱七八糟东西干什么 这你就不懂了 师兄 像打败出源这么有历史意义的辉煌事件 我当然要载入史册了 你看 我录像设备都给你准备好了 怎么样 师兄 宇处员 你终于来了 明天早上九点 老弟坊 明天早上九点 老弟坊 我们决一告晓 出源 他会去吗 大师兄 若白师兄 二 若白师兄 大新闻 我听到这个消息 后面都做火箭过来 那个 有话快说 方廷号的约站 出源 师兄已经去了 出源 师兄已经去了 我就说嘛 怎么会有人提前约我半个小时到 原来是你啊 我待会还要训练 所以只能提前 别浪费时间了 快点开始吧 你开什么玩笑 你要我跟你比啊 我唯一要比的人叫郁出源 可我要找的人是你 方廷号 你可以瞒不讲理地向出源师兄挑战 我同样也有权利挑战你 如果我赢了 听你以后不要再纠缠出源师兄 我就不明白了 这个郁出源有什么好的 你要这么委护他 出源师兄很善良 即便你一直逼他 他还是一直听你说好话 他已经告诉我了 方夫人的事情 真的只是一场意外 够了 我不是出源那种婆婆妈妈的人 我决定的事情就一定会把它做到 你要跟我比是不是 好 那我答应你 但是如果我和一个女孩子在这里打架 传出去会被人笑话 我们要比 就比另外一个 好 怎样才算赢 规则呢 只有一个 一次的腾空跳跃 踢随那个坛子 如果失败的话 是要付出代价的 什么代价 要么 让郁出源出来应战 要么 你们松柏集体退出 沈宁教练的培训基地 视频为真 那我先来喽 我先去 学着点 凤凰 若白你怎么来了 我是为宋巴兰 大的力量 你还在这里 那里面跟方明昊比赛的又是谁啊 学会了吗 怎么办 以我的腿力 一击根本不可能踢碎 齐白草 根据你在道馆挑战赛里的表现 你腿部的力量 确实要比一般女孩子强 但要想击破那个掉在半空中的瓶子 以你现在的程度 还是远远不够的 而且勉强的话 很有可能会踢伤腿 干吗要吓唬女孩子啊 白草 好 踢瓶子不光是讲究弹头力 还有腿部的力量 圆武道本来就是武术 如果你的力量都跟对手差一大截的话 那就没有必要再比了 你还是放弃吧 如果我放弃的话 你还是会挑战出院师兄 对吗 你觉得呢 所以 我绝对不会放弃的 好 如果你要坚持的话 就去试试 不错 很聪明 值得用脸皮 不错 怎么可能啊 怎么可能啊 他网上一定会火 好 起跳一次 竟然就可以完成三四连滴 他的潜力 比我想象中还要大 天啊 白草居然踢出了三连滴 太不可思议了 白草 你怎么在这里 我 我 我想要挑战挺好前辈 郁初元 他是因为你来向我挑战的 我答应过他 只要能踢碎这个瓶子啊 就算挑战成功 这样 我就不会逼你挑战了 没有 我不是为了出院师兄 挑战就是挑战 没有什么为了别的 挺好前辈是世界冠军 能够挑战他 是我的荣幸 不过白草 你真的已经很厉害了 这样力量的三连滴 一般女生根本做不到 就算是男生 也不一定全都能做到 可瓶子现在还没有破 那 那白草是不是就算挑战失败了 没错 白草 好 你挑战失败 我不用尊重你的任何承诺 郁初元 现在是不是该你出战了 没错 是时候做个了断了 他早又退出院武道 既然要挑战 就应该由我们松柏的弟子应战 下一场 回来 快看 瓶子破了 那白草算是挑战成功了吧 白草啊白草 你可真是我的克星啊 挺好前辈 希望 你能说到做到 我就不明白了 这个郁初元有什么好的 你要一心护着他 因为 因为什么不重要 下次告诉我了 我答应你的事情 说到做到 白草 你简直太厉害了 初元师兄 我就说不用担心的吧 就像你说的 要坚持自己的梦想一样 以后 你也可以坚持自己的决定了 谢谢你 白草 走吧 训练我迟到了 你说说你 让了这么大一个弯子 要逼于初元出来 到最后还不是一场空 我也没办法呀 谁让他有个头号粉丝 不过这次还得感谢你 我是借着您的名义啊 演了出戏 亏你想得出这个坏点子来 明知道我不会更改名单 还要去下松柏的人 说到底 你也没有真的打算 阻拦松柏的人进培训基地 到最后 还成了他们眼中的恶者 说起来也是啊 不过沈宁教练 真的是火眼金睛 怪不得被元武道称为重磅不乐 给我戴了这么高的帽子 又想打什么鬼主意啊 到底什么事 是这样的 有个元武道选手呢 叫七百彩 能不能给他个机会 我这里只招待朋友 不理会睡一刻 如果你还想再说的话 我要去忙我的工作了 姐 帮个忙了 走啦 走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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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白师兄 太好了 我就知道我的男时肯定棒 一峰师兄 虽然他平时爱睡觉 但是这能见也是好事嘛 对不对 还有呢还有呢 没有了 没有了 无归油不刺激 养头皮资源洗头水 提醒您下期看点 您记不记得 上次在搬家里的时候 你答应过我这事情 我给你做了 你到底带我来干嘛 今天我带你见一个重要人物 走了 你想进入培训基地吗 我想进培训基地 做梦都想 我知道了 我自愿放弃 进入爱阳培训地区 为什么要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呢 因为他知道 想要继续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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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